大家好 嗨喲 Ryu現在又在一個大太陽底下亮到不行的地方啊 現在呢 我們人所在位置是在博多車站上方 這一間正如我今天把握公司 這邊太多買握公司了 好像是Army Plaza吧 它有Army Plaza班級 這一間應該是Army Plaza的10樓再往上的屋上情園 然後從這邊可以看到博多的景色 今天雖然天氣很好 但有點霧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畫面上這邊 有些字在玻璃上 它其實這邊有一個地圖 是可以告訴你們說你往那邊看 可以看到哪裡的山 像能谷島 紅石島 還看到福岡Tower 大家可以看到隱約有一點點的山的形狀 有沒有 一點點 看得有點模糊模糊的 剛剛還聽到有人講說 這邊好像還可以看到什麼大船之類的 這邊可以看到福岡空港嗎 有一點勉強 但是可以看到山的零線 它這個山的線真的是很認真的在畫的 在屋頂平原這邊 除了可以稍微休息一夜 還可以看一下風景 另外還可以讓小朋友坐一下小虎車 他們臉書都有做成像純的形狀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福岡的武賀公園 聽說這邊的業績很漂亮 昨天我弟有來 他說一個人門票六百塊 日幣六百塊 可以在公園的三個景點拍照 這邊只是公園的入口 就有滿滿的櫻花樹 我們第一天22號抵達日本的時候 還沒有這樣滿開 然後今天已經是27號了 整個已經是一個滿開的狀態 超級漂亮 沒有被櫻花包圍的感覺 太棒了又是攤販 攤販 這家口味會不會太多了 欸!好軟糖 買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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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布丁的 有布丁的 突然被當地的阿嬤大化了 阿嬤還說這邊的店沒有那麼多 他推薦妳想要吃菜可以點那個 然後他們點的都是布丁的 那個阿嬤突然跟我弟大化 重點是我弟完全聽不懂日文 他全程沒有講英文的意思 他是用日文問他說 欸你從哪裡來 很可愛 謝謝 這是可麗餅跟台灣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這種軟的法式可麗餅 台灣喜歡做成是那種脆脆的像餅乾的 台灣也是有在賣這種軟的法式可麗餅 我個人很喜歡 只是它的價格 不太便宜就是了 台灣好像一卷也要賣到五六十 我弟有主不服誘惑買的冰淇淋香 好口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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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公園這邊有滿滿的櫻花 跟滿滿的野餐的人 我又要再次的殺出我的疑問了 為什麼大家都不用上班呢 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剛剛還有好多學生喔 你們是不是翹課阿 那這邊的櫻花樹它開的比較低 剛好就是只要坐在樹下 就有一種不用抬頭就可以看櫻花的感覺 好累喔 爬得有點高 阿 沒關係 沒關係 現在已經爬上來了 天守台 可以往下看到整片的櫻花樹 在仔細看呢 會看到有人在樹下 Bisuniku 剛剛從那裡爬上來的 讓我喘一下 看到賞音大家最喜歡配的茶屋 小點心配無糖的茶 這邊是在五二公園旁邊一個很像兒童樂園的地方 充滿了就是小孩的遊具阿 六滑梯哈 當秋千 重點是這邊也太多媽媽卡 那個吧 他們叫媽媽卡 就是媽媽一起的雜貌 後面可以載小朋友 像這樣 滿滿的媽媽卡 然後在這邊不只散花 像樹下也超多媽媽 然後我跟小朋友來試一下乘涼 嚇死人了 怎麼那麼多媽媽 我看福康的媽媽 是不是都聚集到這公園來了 古賀公園旁邊叫做大豪公園 超大的湖 現在我們移動到的是隔壁的西公園 從鳥居進來 比較有一些攤販的部分 然後剛剛看我的小朋友 開心的在玩繞金魚 意外的真的可以耶 通常台灣繞好像紙就破了 來日本還是離不開珍珠奶茶 各種Tapioka 然後他們的棉花場很喜歡用那種袋子 卡通圖案吸引小朋友 不是用顏色耶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都是用什麼粉紅色 粉紫色去吸引小朋友 現在時代真的不一樣 發現一位先生在餵鴨子的同時 旁邊有一隻烏鴉也很想吃 烏鴉肚子餓 水鴉也來了 水鴉也來了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在日本吃的最後一餐啦 今天要吃的是 鹿兒島黑豬肉 這邊有提供中文的菜單 教你怎麼吃它的豬肉 他們推的就是蒜蒜鍋 小布燒布以及 以及我國這個是 筍子餓 壽西燒 進來會拿到一樣 叫 小菜 通常是500日幣左右 聽說你我不要的話也可以跟他說你不要 就可以省了500塊 但通常大家還是會 當作我的服務費付一下 鹿兒島明蠶 主花生 以及薩爾摩 炸薩爾摩 薩爾摩 薩爾摩 我不會翻譯 現在吃完了黑豬肉之後呢 我們又回到剛剛的那一座福岡成績 來準備看它六點有一個點燈 看完就差不多要回去台灣啦 那這一次來玩 我原本對福岡的印象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一季新一番 福岡拉麵偵探團 我的印象就是 啊到處都是豚骨拉麵 豚骨拉麵 結果我只吃了一餐豚骨拉麵 所以呢 我去便利商店買了很多很多豚骨拉麵 準備回去拍個開箱啦 所以大家如果好奇 六之後會吃到什麼口味的豚骨拉麵 繼續follow頻道啦 有看上一次Vlog了 應該會知道說六我要去吃一間冠軍和牛 但是相機沒電了 那一間真的是好好吃 而且店員也很有趣 他想要跟你講說 喔這個部位呢 但是肩頸啊或是腰區 他就一直摸 他就這樣 只是他身上的部位 但是到 Holomon 就是內臟的部分 他沒辦法講了 可是他就用紙 他就寫了一個紙條 然後畫了格子 寫說喔這邊是第一位帶 第二位帶 這是什麼部位這樣 就很可愛的一個店員 只是可惜 因為他們那些店員好像 也是英文不太好的一個狀態 常常有錯 有點激動壓將 但有機會我覺得如果再來 聽說那間分店很多 我覺得我一定會去拍給大家看 因為真的好好吃喔 現在越來越暗囉 我們就來等等看能不能拍到美美的夜鷹的照片吧 那大家我們台灣見 掰掰 讓大家看見 不用拍到美美的夜鷹 我們注視一下 我們待會見 留待嘛 先看見 我會保留 好 少許 我們會保留 先看見 大家擦 那正在 你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